大楼烟雾弥漫 W饭店传出跳电火警 警方到场赶紧疏散民众 还有人拿着手电筒帮忙照明 只见现场一片漆黑 住客只能摸黑从楼梯逃生 房客们一脸惊慌失措 外国游客也搞不清楚状况 统统都被疏散到一楼大厅 而另一边还有民众受困 电梯动弹不得 甚至有民众吓得破网直呼 当时从31楼搭乘电梯 却突然下坠 卡在电梯内 求助无门已经快有缺氧 事发就在台北新一区Whotel 4号晚上10点多 24楼电信机房突然跳电 配电盘烧融冒出浓烟 燃烧面积一平方公尺 造成6部电梯无法运作 11位民众卡在其中4部电梯内 受困至少30分钟 促进后续消防人员紧急协助脱困 没有酿成伤亡 有像塑胶的味道然后都不变 被困在里面 它电梯完全就是坏掉 至少它关起来不要再有人受困 像我刚刚现在下来 我住27楼我就走过地下来 就怕再度发生受困意外 目前饭店电梯暂停运作 五星饭店发生跳电惊动住客 业者为了补偿 也将当晚防费全免 但究竟机房电线会流盘 怎么会无故燃烧 恐怕还是得好后离情 避免再度上演 住宿惊魂 接着临床 张妹子采访不懂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下咯 好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